我们看这一集 这一集它说小藤想要测量物理笔记本的面积 就是这个笔记本面积 那长是X,宽是Y 那小藤所得长度与宽度的结果如这个 那测量值是宽是20 长是那个10 不确定度呢 宽是0.1 长是0.2 那它的测量结果是这个 第一个 它要你测量面积的不确定度 那我们先把相对不确定度找出来 就是宽它的相对不确定度 是等于多少呢 20分之0.1 这个等于多少呢 这是0.05 0.1 除以10 这是0.01 再乘以多少呢 二分之1是0.5 所以应该是0.005 0.005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这个面积它的相对 相对不确定度 是等于更好多少呢 是等于更好多少呢 0.005 它的平方 它的平方 它加上多少呢 0.02 0.02 的平方 等于多少呢 0.000425 0.005 等于多少呢 0.005 等于多少呢 0.0 Yay 0.0615 0.01 0.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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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5 0.0 0.0 它是等於20除以10,就等於200 200乘以0.020615 那這個的話今天等於 乘以多少呢?200 200的話,這個等於多少呢? 4.1231 取兩位也有效數字 所以UA 4等於多少呢? 這個無條件進位,4.2 所以面積不確定度是4.2 這個面積是200 那你取位需要跟它一樣 所以 這個 算出來的話 這個最佳估計 是等於多少呢? 200 點 點 0 跟它一樣 所以它的結果 測量結果就是 200 點 0 加減多少? 4.2 然後呢?這個 平方公分 這樣子 這樣就是答案 或者你可以代公式 是嗎? 因為我們曉得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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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確定度 這個 就是等於 XY 然後這個 多少呢? 這個是相對不確定度 這是U X 然後 這X的大小 加上多少 加上多少 Y有平方 加上多少 這是U Y 也有平方 Y 也有平方 然後你把這個 什麼呢? 這個把它帶進去的話 就是 Y的平方 U S 的平方 加 S 平方 U Y的平方 那這樣算也可以 不過這樣會比較好嗎? 這樣的話 Y平方 這是 10 100 乘以多少呢? 這個 UX是 0.1 的平方 加上X 平方 X 是 20 沒有平方 這是 10 乘以多少? 10乘以0.1 整個的平方 才對 Y 是 10 U X 0.1 加上X X 20 乘以 UY UY 是這塊 0.2 這樣的話 就是 1 加上多少? 加上4 的平方 加上4 2的4 的平方 所以 這等於 根號多少呢? 根號17 這樣算好像是比較簡單的樣子 所以是 那個 17 根號17 4.12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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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 這是4.123 所以 不確定度是 4.2 這樣算也是可以